有个网友Francis Manor 他就想问就是腾讯 那你应该都一向都偏向看好的嘛 对不对 他就说他在假期前就592元追入的 但他现在有点害怕 就是米股这样跌 他说他有点怯 那怎么做好呢 OK 腾讯我们就一直觉得 确定性是很高的一间公司 其实都很快会出业绩 即贵度的业绩 那我觉得腾讯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很久可以说的 那我觉得投资者可以留意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微信视频好 就是那个进展的情况 另外就是这个 另外第二个点我想就少些朋友去说 那我们都算可能是市场上 特别去说这个点就是 我们觉得就是影视那方面 其实未来都会是腾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动力 尤其是以越民为首的一些影视的公司 那未来我们觉得这一个方面 都会是很大的贡献者 那长期来说 游戏那方面 我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的了 就是虽然很多其他的玩家 尤其其他其中的比较大的竞争对手 比如自知挑动 在游戏那个布局都开始越来越多 那但是暂时来说 都看不到腾讯在游戏那个霸主地位 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这间公司 看看你有什么心态 如果你说短炒的话 那说真的 你什么时候买卖 其实都没什么影响 那但是如果你说 你长期看好一间公司的话 你真的看不到 为什么在600元以下 买腾讯是要特别担心的